HELLO 大家好,我是卡拉老師 今天是大家最喜歡的影片論壇 也是跟著我看影片學唱歌的時間啦 那相信你們比較關注我的粉絲呢 應該有覺得我好像很久沒有發影片了 沒有錯,等一下會跟大家說這件事情 就是最近在準備一些特別的課程給大家 等一下會跟大家說好不好 那麼今天來聽的這首歌是 JYP在上個月2月20號剛推出的新團體 Unmixed 我不知道怎麼說這個歌名就是 嗯? 符號? 對,反正就是這首歌 這首歌的官方MV在YouTube上面 目前也達到五千多萬的觀看次數 相信比較有在跟KPOP朋友應該知道 這個團體被譽為最強怪物新人這樣子 那麼今天選的版本是他們去Radio的現場演唱 其實他們去其他音樂節目邊唱邊跳的時候 也是唱現場的 只是他們現場演唱的背景音樂 多多少少還是有疊一點點的人聲 所以我想說還是找Radio的版本 來跟大家一起聽他們最真實的聲音 按照慣例在我們進入影片內容之前 先來一小段的工商時間 之前我跟大家預告過的 線上歌曲演習班終於來啦 首先我們會先舉辦兩場 一場是維里安的如果可以 時間是在4月2號星期六的晚上8點到10點 一場是IVE的11 時間會在4月9號星期六晚上8點到10點 所以不管你是對中文還是韓文歌曲有興趣 都有適合你的題字喔 當然你也可以兩場都報名的 那歌曲演習班跟影片論壇哪裡不一樣呢 首先演習班的課程長度是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 所以會比影片論壇講得更詳細 我們會告訴你怎麼一步一步的練習歌曲 以及更詳細的分析歌手使用的技巧 也會告訴你有哪些地方會特別難唱 要怎麼練才會有效率的克服 當然很不一樣的是 在演習班你們可以直接和我互動問問題喔 如果你報名之後臨時沒辦法來參加演習班 在一週之內也都可以觀看演習班的錄影喔 所以如果你想要練好11或是如果可以的話 就趕快點擊資訊欄或留言區的連結報名吧 那因為是第一次舉辦 所以費用也只要100元喔 那麼繼續今天的影片內容囉 Let's go 蹬蹬蹬! 快點把手掛開 我前身是當納標 當納標 那完 OK 先到這邊 嗚嗚嗚嗚 大家應該知道J.Y.P.的經典台詞就是 半空氣一半格生這件事情 我覺得N.MIX他們的唱法有點不像是典型的J.Y.P. 就是他們是非常紮實 直接 好像在偏下的聲音 我不是很了解 我覺得這比較偏YG的唱法 那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确整体来说蛮稳定的 就是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唱的时候声带闭合都非常好 极好 所以我真的说过不止一次 当你声带闭合练好之后真的好处有非常多 不只是你的声音会变亮 你的声音也会非常的稳定 如果你要唱跳的话 也是非常需要这种声带闭合非常好的声音 那 赶快去练 带你一步一步练声带闭合这个练习赶快去练 好 那我们来从头复盘一下每个人的声音 OK 第一位进来是这个 Genie 我觉得他作为第一个进来的Vocal 就是非常好的开场 就是他的声带闭合非常好 跟他的原始的音源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他的声音除了有亮度以外 还带了一点点稍微可爱一点的音色 就是这个地方会笑得比较可爱一点 就是这边是比较有厚度的 所以就是他的声音是非常亮 然后同时又有厚度又有可爱一点的音色 OK 第二位进来是Gee Woo 你看他从Genie的声音接过来说 基本上就是那个声音的能量是维持在差不多等级的 我说他的声带闭合也是非常好的 OK 你看这一段就是Gee Woo唱完之后呢 换到Q进 然后又换回Gee Woo 可是你看他们两个人的声音 在转换的过程中 声音的爆发力或声音的穿透力 其实是差不多 他们两个声带闭合的程度也是差不多的 OK 但是从这个Gee Woo接到Hi Woo的时候呢 可以听到就是Hi Woo的声音 他会比前面这两位的声音 稍微多了一点的气音的感觉 我们再听一次接过来的地方 就稍微多了一个 切掉 Hi Woo的声带闭合稍微比前面两位 比较没有那么好一点这样子 接着这个Hi Woo进来的是这个Bi Bi的声音进来之后呢 就听起来就是声音的穿透力又回来了一点 所以这个Bi的声带闭合 其实是跟这个Gee Woo或这个Q进 其实是差不多的 目前整体听起来 至少在这一段的时候 他的音准稍微会比较没有那么稳定 就在第一个啊就有点不太准 就这几颗音也不太准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听得出他的声带闭合是非常好 就是声音是非常有穿透力的 也许他其他场其实声音是稳定的 这边接进来的是Soo Yoon跟Gee Ni Soo Yoon呢他的声音听起来就非常温柔的感觉 有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段落就是要这个温柔的声音 所以这一段就Soo Yoon的音色有点是为了气氛营造 所以用这样子比较温柔一点的音色 还不太确定他整体的声音来说是什么样的音色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往后听 最后进副歌之前进来的是Lily 大家应该很明显看出来 他被分配到了一个最高的旋律 这七个人里面目前听起来 他应该是歌唱能力是最好的一个 他的高音非常稳定 而且也非常有厚度这样子 接着听一下副歌咯 OK 那么就继续往下听咯 OK 先到这边 哇 他们这首歌有点每一段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我永远不太知道现在到哪一段了 这一句还忘了他这个大家可以听 就是 就有点破音了 必须说就是他就是刚好这一场破了 啊 好不好 但必须还是要老实说就是在七个人里面 Hai Wong的音色还是比其他人 嘴角没有那么亮 就是没有那么的穿透力 声音会比较唱不出来的感觉 就是我刚刚说的 当你声带闭合越好的时候声音会越稳定 所以当他声带闭合比起其他人来说 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容易失控一点点 我怕这批剧 怕这批剧 怕这批剧 OK 然后Lily这边唱的呢 Tip To 跟Tip To 这个地方是唱C C5 跟D5 基本上都进女生的头身区 但是都是用哈啟来拼下音色 就是非常扎实的音色 而且声音非常稳定 声音非常稳定 Q Jin 他唱了这一绝 也是C5跟D5 这个地方 最后一颗音虽然没有破 但你仔细听一下 他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在有一个不太稳定的边缘 我们再听一次 是不是 虽然比较小声一点 但他还是有点 也是快破快破的这样子 这个音语也算是到了有点高度了 而且他的低音也是真的唱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是 侠不掩瑜 OK OK 那么就继续往下听咯 OK 那么就继续往下听咯 OK 现在这边 等一下 等一下 Lily 你等一下 哈哈 我知道你很厉害 等一下 哈哈 然后我们从后面 这个嗨嗡跟Lily的这两段 我们来听一下 OK 这边嗨嗡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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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太大动作的 所以可以让他这样子唱 如果说你们自己在练这一句的话 就是建议不要高音唱到这么多的气音 或者说这么像假音的音色 就是可能会唱 就是 就是轻柔就好 但不要那么松开来 这个地方到了 A5 这是 Lily 就是说上去就上去 OMG Lily 这边呢 到了 B4 D5 跟E5 最后这个 最高音到了 G5 G5 反正就是都很高 而且他都是用好之外偏向很扎实 很有穿透力的声音 最后我觉得就是蛮惊艳的是这个谁 这个说用的 他的高音到了 E5 他的高音也是练得非常好 混声音也是唱得非常好的 基本上呢 你会发现我今天这一整集 都没有教大家怎么练这个东西 哈哈哈哈 因为这首歌如果要唱成像他们这样 有非常大的成分呢 是要练声带闭合 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一步一步练声带闭合的练习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在边唱边跳的话 你可能会感觉声音非常难控制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边唱边跳的时候 把歌词全部换成内 你可能会感觉稍微好唱一点 那像他们这首歌 几乎所有的高音都是唱好球 大概偏一下直接飙上去 练高音这件事情呢 它一定是一步一步来的 首先你要先能够唱出一个舒服的高音 但它可能听起来是比较轻柔一点的 这个声音熟悉了之后 你才有办法慢慢的把它练成扎实的声音 所以呢如果这个弹唇跟这个孤 你都还没有练好 你都还不熟悉 舒服的高音怎么唱的话 一定要先练这两个练习 今天就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每个人的声音 那最后来帮大家总结一下 这就是每个人的声音的细节 这个BI跟GU 还有QGIN 还有这个GINI 他们低音的音色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就是声音非常非常亮 然后又有一些厚度这样子 BI的音准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稳定一点 GU的高音也是非常好 但是QGIN的高音的声音的亮度 会稍微没有那么亮一点点 那GINI的高音也是唱得非常好的 这四个人大概就可以总结成这样子 那HIGH WON的声音呢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 他是这七个人里面 声音亮度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人这样子 舒用呢 刚好跟前面的四个人是相反的 就是他的低音听起来是比较没有那种有爆发力的音色 但他的高音非常有爆发力 唱得极好 然后Lily就不用说 他就是全音域的就是又扎实又有厚度 然后又非常非常的稳定 就是Lily应该是就是这七个人里面 歌唱能力是最好的那一个 我其实蛮期待他就是接下来可以练出 就是他一些比较细腻的音色 好那今天影片论坛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想听我评论哪首歌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哦 我个人呢是私心想说就是最近这个Stacy好像也是蛮红的 所以预计就是下一支影片是来评这个Stacy的Rom2You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留言 我确认一下我这个规划是不是对的方向好不 那最后还是要来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这个线上歌曲研讨会呢是我们第一次举办 那只有第一次举办是这么便宜一场一百块的价格 非常推荐大家赶快来报名好不好 好的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加分享 也不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别开启通这小铃铛 我每个人在14晚上9点都会发布新的影片 最后也不用按赞我们的Facebook追踪IG 以及加入我们LINE 才一定在上面询问任何问题唷 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嘎拉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